孙权再三强调不能杀关羽 吕蒙为何还要杀 如果不杀关羽会有哪些后果 大家都被骗了啊 关羽压根就不是给吕蒙杀的 吕蒙杀关羽这个桥段 那是电视剧《新三国》里面 编剧导演自己加上去的 这个电视剧里 把吕蒙描绘成了一个 对周瑜 鲁肃 感恩戴德 无比敬佩的人 为了给他们报仇血恨 这才不听选 非要弄死关羽 可是历史上的关羽 压根就不是被吕蒙给干掉的 陪著的《三国之》里面 对于关羽之死的细节 有过详细的记载 孙权最开始是俘虏了关羽 他本来是想要招向关羽 用来对付曹操 可关羽是宁死不屈 之前孙权提亲的时候 他还痛骂过孙权的使者 再加上这时很多大臣对孙权说 当年曹操就是没杀关羽 这才有这么多的麻烦 最好以绝后患 最后孙权再三考虑 还是杀掉了关羽 所以关羽的死 完全是孙权下令 和吕蒙没啥关系 要知道历史上的吕蒙 在孙策掌权的时候不受重用 后来是孙权一手 把他给提拔上来的 他可以说是孙权的嫡系将领 孙权要是说不要杀关羽 那吕蒙绝对不敢 自己下这种命令 所以说偷袭荆州 被刺盟友 还有诸杀关羽 最后的主谋都是孙权 至于孙权为什么一定要杀关羽 那是因为关羽这个人 本身就是对东吴政权最大的威胁 因为关羽属于刘备这边 最擅长带领水军的将领了 比方说著名的樊城之战水淹七军当中 关羽曾经是一度带领战船 把魏军精锐一顿吊打 为蜀汉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与关羽擅长水战形成对比的是 东吴所在的地方 偏偏就是在水网众多的东南 主要的城市都在长江沿岸 而位于长江上游的襄阳 樊城还有江领地区 是南下近攻江东的重要战略地区 后来西京灭亡东吴 走的就是这条路 所以当时孙权心里也是相当有数的 要知道东吴这帮人 从来就没有统一天下的雄心 人家要的就是在东南那边 过一天是一天 关羽所在的位置 是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水道 你让关羽这样的将领 带领他的舰队 长期的在中上游虎视眈眈 对于孙权来说 那简直就是噩梦 后来的关羽已经拿下了襄阳 如果等他消化了当地的军事力量 整合资源以后 都用不着蜀汉的其他将领来帮忙 单单一个关羽 说明就能够顺着长江南下 直接灭了孙权 这种强大的压迫感 对于疫情想要偏安的孙权来说 根本不可能接受 更何况对于刘备这个盟友 孙权从来也没有相信过 那与其等你慢慢做大 还不如趁机在背后 给你来胜一刀 杀掉关羽杜绝后患 以背这个骂名 来换整个国家的安全 这笔买卖 那绝对是相当划算的 好